昨天范范他沒有出席 財務護理之家活動 是不是你拖累他 他不能出門 總是要有一個人留守 對 因為飛飛翔翔還是需要人家照顧 昨天那個護理之家就我代表出席 那也是很感謝有月子中心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工作就是這樣 就常常有一個人 你要飛的話 你一個人要留在這邊 如果兩個人都要飛的話 就像我們才剛從瑞士回來 就一定要帶著去 不然到時候倒楣的就是我 因為會誓念你知道嗎 就是我想飛飛翔翔 我說那你幹嘛不帶來 然後我就是顧慮到這一層 我就是希望未來吧 那有機會帶他們都走一走的話 我們會想盡辦法這樣 你是考慮找保姆嗎 保姆有 但是保姆也有週休二日 對 因為還是比較人道考量那個 要符合勞基法這樣 那最久離開兒子幾天 然後會 其實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科技 我覺得很棒的是 你還有Facetime 你還用微博 微信 然後或者Facebook 都可以用視訊的方式 那當然 飛飛翔翔來以後 你 我幾乎是不想出門 那也推掉很多工作機會 因為那些工作像 有些真人秀 你要花很多時間 那這個我就已經推掉 好幾個嘛 那 那 錢再賺就有 就我覺得 小朋友成長只有一次 那我小時候 因為跟爸爸相聚的時間不多 那也變成是我一個教材 就是我小時候失去的 我現在要加倍的 然後給我兒子 這樣更多的父愛這樣 那有可能帶他們 上那種親子使勁的節目嗎 已經推掉了 因為 現在還不會講話 那個效果會不好 哈哈哈哈 這更加一點 還會再考慮 我覺得 看吧 因為我孩子是 畢竟是早產 那個時候 就也會擔心他們的健康 然後也希望他們的健康 然後他們的身體 都是非常平安的 那我們再來 談這個事情 然後還要經過媽媽的允許 所以還 目前還不會吧 對啊 可能就是在Facebook 或微博分享給大家生活這樣 之前和范范一起上節目 結果好像引起了一些網友 就是在講說 范范有的牌子 講上來就不會分 沒有啦 你又 還在那邊提這種舊文 不行啊 我們要 沒有 我覺得就是 呃 很多事情就是 你看以兒傳兒啊 就突然間是看 報導也好 靠這種坊間這樣 好幾首的消息 我覺得 呃 並沒有 大家講的這麼誇張 因為也沒有這件事發生 這樣子 要不要聊一下練武功 去練武功 呃 就希望大家 少吃 多運動 然後盡量攝取蔬果 這些他們會播嗎 哈哈哈哈 好玩笑啊 好 5Easy來幫你們 都要一起 定期篩檢 好不好 然後 不能抽菸 有人直接走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明顯喔 發血三千遍再走 好 規律運動 然後蘇果 彩虹 579 體重要控制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